玩了2個小時的時間 來這邊做個快速介紹吧 遊戲部分其實它算是舊遊戲了啦 在半年前有一款遊戲叫做黎明之爭 命運續張 當時的遊戲和這一款是一模一樣的 基本上也沒有什麼變化 反正它就是官府再重新開服出來收割而已啦 有兩個小時的心得來這邊做個分享吧 目前等級來到了30等 而在陣容部分一開始都是缺角色的 大致上就是把你戳的S級角色安插上去了 接下來就是看右上方這裡有S級角色嘛對不對 再來就是他的屬性陣營 我搭的都是火屬性的啦 這屬性的角色我抽的比較多 然後這個有羈絆和氣技能 在35級的時候會解鎖第5格 45級的時候解鎖第6格 角色成長的排版啦 和傷患是有點像的啦 裝備可以去進行一鍵強化 角色部分也可以進行升級 突破有同名碎片的話 就可以進行升星 要注意一點的就是啊 主角就是排第一位的 是無法下陣的 所以他的升星材料 就是通關主線副本 取得正義碑的勳章就行了 剩下的就是吃同名卡 隊伍配置部分啊 第一天就沒什麼差別了 有什麼就先用什麼吧 然後再來就是下方這裡有一個評論 大致上也可以參考一下 其他玩家對於該角色的實用性 這裡也可以那裡提供參考的 右方這裡騎士路 這邊可以去進行啟動 點進來了以後 點擊啟動也是可以疊戰力的 左上方有攻略 在這個地方啊 提供了陣營的陣容配置 每一種陣營啊 都有三種搭配模式 還有混搭的有五套 網上攻略其實我是覺得不用找了啦 這邊套一套就行了 畢竟是一款舊遊戲嘛 除非你是重客啊 拿到很多SS級別的角色 不然對於無客或平民玩家的話 自己玩爽就OK啦 中間上方火源召喚 這個地方就是抽紅將的啦 只能拿鑽石去召喚了 然後這邊就是大概率 然後還有火源禮包 透過課金抽角色的 其實他整個畫面風格啊 就是比較偏向好幾年前的 所以有可能好幾年前就出過也說不定了 要在這款遊戲燒那麼多錢嗎 你再好好考慮一下吧 然後呢 左上方排行榜 在這個地方你就可以參考其他玩家用的角色啦 基本上第一名的應該是不用看了 你就先看後面那幾名 他們用的陣容隊伍就行了 第一天你在玩的時候隨便套一個隊伍吧 從第二天的時候你再來看這個 會比較準確一些啦 玩法部分分為推主線關卡 目前我推到了第15張哦 還可以再繼續推哦 估計第一天可以到達32級左右吧 要快速提升等級啊 除了推主線之外 再來就是右下方的航海 這款遊戲跟萬妖領域是非常像的 有體力也有精力 精力就在這裡 一天可以買12次哦 我目前都各買5次而已啦 然後這是月卡的部分 還有永久卡 各式各樣的禮包都在這裡 在精力的部分啊 可以採用自動探索 可以拿到裝備啊 經驗啊 金幣啊 之類的材料 所以你要快速升級啊 就是精力的消耗 還有體力的消耗 同時進行 在你升到20等的時候吧 會解鎖日常任務 到時你在優先做日常任務 你就很快可以到達25級了 所以比較推薦你先衝主線 還有衝航海這一塊哦 趕快升到25級 幫助是比較大的哦 25級了以後啊 可以解鎖直接跳過戰鬥 一般敵人可以直接跳過啦 打BOSS的時候是無法跳過戰鬥的 其他玩法部分 中間上方有主線副本嘛 點右方 英雄傳說 一天可以玩10次啦 也就是把12章全部打完以後 就不能再打了 這個地方可以全部跳過戰鬥 右下方 寶石迷城 這是另類的玩法 玩消消樂的 我們看一下吧 透過滑動寶石啊 然後打右方的敵人 這樣的進行消消樂啦 這塊還算是不錯啦 就是增加額外的樂趣罷了 打掉了 再來呢 右下方有自動挑戰 第二天會開啟自動挑戰副本的功能 一鍵掃盪還算是很方便了 我在29等的時候 還沒升到30等 透過用一鍵掃盪的模式 把這些關卡BOSS的碎片 快速掃一輪 我就升30等了 所以你通關的主線關卡越多 可掃盪關卡也就越多 左下方有一鍵紅色啊 一鍵橙色 由於是耗底成長類型的啊 一鍵橙色這一塊 後面應該就用不到了 你會針對你需要角色去掃盪而已吧 左上方免費1000抽 這個地方透過你不斷的通關啊 就可以拿到一抽或者是10抽啦 到目前為止 大概120抽吧 而在招募部分啊 100抽以後會解鎖心願 再來就是圖鑑部分啊 當你抽到角色 你就去開圖鑑 又可以疊加戰力哦 右下方礦麥 礦麥部分啊也就是佔領了 然後會增加產量哦 這裡還有說明 有興趣的時候再看吧 領地 我打到第二階段了 每一個階段有10關哦 戰鬥部分也可以直接跳過 領地給的獎勵就是突破材料 還有鑽石 左下方頭銜 這一塊當你需要晉升的時候 晚上工會拍賣 你也可以去下標 增一杯碎片 然後你可以增加大量戰力哦 這個也和三幻啊 萬一領域是特別像的 手除部分 我本身是無課玩的啦 畢竟是老遊戲的 就不太想課錢哦 如果你真的想課手除的情況下 你可以按照推薦的陣容隊伍啊 或者是你本身已經有的角色 你再去課就好了 畢竟英雄一張啊 是遠遠不夠的啦 到後面你要進行升星的時候 你還是需要同名卡 這裡有升星的預覽 最高可以升到15星哦 注意的一點就是啊 更換英雄 等級又會回到1等哦 所以當你確定要進行更換的時候 要記得左上方的回收這裡 把英雄給重生掉 這樣你就可以拿到 你之前強化的藥水 缺點是要消耗50鑽 英雄回收部分啊 就是你抽到那些垃圾 綠卡 藍卡 你都可以把它回收掉 然後換到英雄火種 你可以在英雄商店這邊啊 去進行兌換 你也可以換S級的碎片 或者是突破靈藥之類的 玩法就是這一些啊 成長部分算是簡簡單單的啊 那建議的話就是 無課為課這樣子玩一玩就行了 畢竟是老遊戲了嘛 不用花太多錢了 當你開始想要玩的時候 優先推主線了 然後再來就去做航海 消耗精力值 把精力還有體力 同時消耗的時候 你的等級提升才會比較快哦 那本支影片就到這裡吧 大家掰掰 把電子推出 什麼時候會有 用來自助手 劇場 有 發動 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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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劇場